這個影片主要是關於factorization 我們就去看看 如果由x bracket x加3 這樣拆好 承開它的話 這個過程我們叫expansion OK 那就拆了x square加3x 但反過來 如果我們把x square加3x 把過程調轉 寫回x加3 這個過程就叫factorization 它的中文就叫做 因式分解 OK 叫因式分解 通常有其中一個很基本的方法 就是extracting common factor 中文就是抽 相同的 因素 抽相同的因素 A乘B 加A乘C 可以變成A乘B 加C 那就記住這個原則 就是 有相同的因素 A 就是 寫一次 放前面 OK OK 寫一次 就放前面 記住這個原則 OK 好 比如這裡 A 9 x加9 y 又是把它寫成 大家都有一個common factor 9 寫一次 放前面 後面 加固號 剩下的就是x加y 那就叫做盡一條 其實整個原理就是做什麼呢 你可以這樣想 我們用這個 9 9 x加9 y 我當有兩個長方形 長度是9 闊度是x 這個面積就是9x 而另一個長方形長度又是9 好 幅度是y 或者是正y 幅度是正y 幅度是正y 現在我把這兩個面積 加上就是9x加9y 你試試想像一下 Factorization 就好像是把他們兩個長方形合體 大家的長度都是9 OK 那就黏在一起 然後 然後 長度 就變成這樣 x加y 所以 有些同學就誤會了 應該有一個9不見了 不是不見了 而是它兩個的長度 已經是黏在一起 看到嗎 可以嗎 所以 就會把那個面積 摩擦成一個9 整個的闊 x加y 可以嗎 兩邊都是在計算面積 只不過是你考慮將它們分開 加起來兩個長方形 還是合起來 一大個長方形 OK Factorization 的過程 就好像是把幾個長方形 合起來 一大個長方形 可以嗎 B 現在我們可以用這個面積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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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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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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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將它們合體,變成一個大的面積,就是負A 你想一下,這個長度是多少? 就不會是BC,是B加C,兩節的長度加起來 加號就是這樣 所以負A,B加C 兩度都是在計算面積,左右兩邊 你可以有一個方法,就叫做驗算 怎樣驗算呢? 就是你可以嘗試,乘開它 負A乘B,出回負AB 負A乘C,就出回負AC 你可以透過驗算,就是乘開它 去看看等不等於上面那行 到C 雖然表面上C有三個,就比較麻煩 其實原理是一樣的 負MK 加MN 加MP 又是,大家都有一個Common Factor M 抽完出來之後 抽一次,寫在前面 剩下負K 加N 加P 這樣就做完了 OK 記住 抽Common Factor 的原則就是 寫一次 放前面 將Common Factor 寫一次 放前面 OK 好了 接著這裡 A也是 10V減10W 就可以寫作 10乘V減W 因為10就是Common Factor 寫一次 放前面 B 2P加4 表面上沒有Common Factor 但其實4 你可以把它寫成 2乘2 所以其實也有一個Common Factor 的就是摸 fries 以調整它的新二 因此 AMN 突然會把된 寫一次 放前面 然後 面對於 wedding 強 Then Q加Q 表面上只有Q 但其實它有一個隱藏的乘1 OK 所以當你考慮抽 Common Factor 的時候 其實就是Q Q是你的 Common Factor 之後 你就抽了 寫一次,放在前面 然後 剩下Q P加 後面有一個紅色的1 可以嗎 這裏教大家做的驗算 就是要留意 本身這裏 原本的算式有兩個 Terms 譬如1a 10v-10w 兩個 Terms OK 你抽完 Common Factor 之後 裡面都仍然應該有兩個 Terms 你可以做這個驗算 如果你發覺抽完 Common Factor 裡面 就不是兩個 Terms 跟外面 不是跟原本的 Terms 一樣 那就有些問題 好了 第二條 2a -6x-24 這裏 -24 可以寫作 -6乘4 留心了 所以這次的 Common Factor 就是 -6 行不行 然後 然後 抽個符號出來 OK Common Factor 負6 抽一次 寫在前面 然後再加一個括號 第一個 剩下X 第二個剩下X 第二個剩下X 這裏要非常小心 你本身這裏-24 抽了符號 你如何計算裡面的正還是符號 教你一個技巧 負負得正 OK 正四 行不行 這裏抽符號 本身這個是符號 負負得正 代表正四 這樣就完成了 不要以為只有四字 一定要寫正四 行不行 這個原因其實跟上面這條 這個原理一樣 行不行 兩個都符號 你這裏補回家口 行不行 這裏其實有個隱藏的 加口 因爲負A 乘正C 可以看到 OK 2B 5AB 加5AC 這裏 今次 會見到 Cummon Vector 就是5A 那又來了 又要記住 寫一次 放前面 OK 5A OK 就餘下B 加C 這樣就完成了 到部分C YSquare -3Y 在這裏 就小心一點 不要見到Y 就馬上抽出去 你要想清楚 究竟YSquare 是什麼意思 YSquare 其實就是 Y 乘 Y 這一點代表乘 OK 減3Y 記住 這裏YSquare 是說有兩個Y乘 所以Cummon Vector 只有一個Y 就是綠色圈著這個 對不對 綠色圈著這個 因此 你抽出Cummon Vector 出來的時候 你只抽一個Y 就是抽綠色這個 抽一個 就寫一次 放在前面 然後 割好剩下的就是 另一個Y OK 減3 這樣寫才叫做 OK 特別留意 這條 小心一點 OK 這裏 YSquare 是Y乘Y 綠色這個Y 我們被人抽出 剩下紅色 Underline這個Y 就在割口中 沒有被人抽出來 行不行 看清楚 好 接著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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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就是有個 部分 6A加9B 減15C 這次 你要找一下 6 9 和15 HCF 是多少 其實就是 3 所以這次抽出3 你們就做了 怎樣找到裡面的東西呢 簡單做一個除數就可以了 6A除以3 2A 正9B 除以3 正3B 負15C 除以3 負5C 這就叫做完 數字除了就可以了 到部分B P乘Q 加5乘P 減P T 這次你看看 這個COMEAN FACTOR 大家都有的 就是P 綠色這個 所以 就會是 寫一次 擺前面 然後 之後 就是 插著它 剩下的就是 Q 加5 減T 3 A 和3B 就完成了 到第四條 第四條 就特別少少 你看到 插好 千萬不要隨意拆開 你看清楚 題目要你做什麼 題目 就說明 要你FACTORIZE 即是說 是抽COMEAN FACTOR 其中一個方法 是抽COMEAN FACTOR 你看到 這裡 有一個COMEAN FACTOR 這次就是整大塊 X加2 可以嗎 這就是你的COMEAN FACTOR 你眼裡看到的 應該是 三乘 星星 減Y乘 星星 這樣去理解 星星就是你的COMEAN FACTOR 所以 就變成 綠色這塊 寫一次 放在前面 然後 補回 括號 就剩下 3-Y 這樣就完成了 到部分 又是 Y-3 加A 乘Y-3 然後 後面 的括號 就是 紅色這塊 1 然後 剩下 第二個 就是 加A 這樣 這樣才是 做完第四條 OK 另外 再看看 這幾類題目 A FACTOR 抽COMEAN FACTOR 主要是 4MP 加8MQ 減12MR 大家留意 我們留意 4、8 和12HCF 就是4 所以數字 也要抽 就是4 然後 你看到很明顯 有一個COMEAN FACTOR M 所以M也要抽 所以 COMEAN FACTOR 就是4M 然後 就固定了 第一個 term 只剩下P 接著 正8除 正4 正2 還有Q OK 另外 -12除 4 -3 然後R 這就叫做盡量 看清楚 到B 4N SQUARE -6N 加8MN 我重新一次 4N SQUARE 就是4N乘N OK 所以 你要考慮的是 COMEAN FACTOR 就有一個N 行嗎 我用綠色筆寫出來 4 接著 第一個COMEAN FACTOR 就是N 剩下一個紅色的N OK 接著 -6 綠色筆寫的 就是COMEAN FACTOR OK 那你說只是英文字母嗎 不止的 數字 4 6 8 當然有COMEAN FACTOR 2 所以我們抽出2 總共就是抽2N OK 接著剩下括號 裡面有些什麼呢 第一個 term 由4N SQUARE 抽了2N 就剩下 數字是2 因為4除2是2 另外 就剩下紅色的N 可以嗎 接著第二個 term 就變成 -3 6N除2N -3 最後 正8除2 4 然後有一個N 這樣才叫做PART B 可以嗎 通常錯的位置就是這個 4N SQUARE 你要懂得變成4N乘N OK 但是有時候我們就很少 我們就不寫 通常就不寫 OK 我們就不會寫4NN 直接你自己要聰明抽 COMEAN FACTOR OK 譬如PART C 這條就試一下 試一下不寫那個NN 這句出來 9A SQUARE B SQUARE -21A SQUARE B 加15AB SQUARE 第一 9 21 15的COMEAN FACTOR 是3 先寫3次 A SQUARE 3 OK A SQUARE A SQUARE A 大家有的COMEAN FACTOR 就是A OK 接著 就到這個 B SQUARE B B SQUARE 大家有的COMEAN FACTOR 就是一個B 不用抽不到B SQUARE 接著加固好了 那就做除數 9A SQUARE B SQUARE 除3AB 即是剩下3AB 然後減 21除2 3 7 A SQUARE 除A A B除B 沒有了 抽了 加15除2 3 5 A抽出了 沒有了 剩下B 這樣就做完了 好 然後呢 就到第五條 A 5AM 加20AN 減15AP 就抽COMEAN FACTOR 5 然後 大家都有個A 那就寫了A 所以 抽一次寫前面 剩下 就是M 加4N 減3 P 這樣就叫做完A 到B 6XQUARE 加6XY 減30X 大家都有個 數字的COMEAN FACTOR HCF 就是6 另外 X 可以抽出來 所以剩下固寸 就只剩下一個X 又是重複這件事 6XQUARE 即是6X 乘X 那現在 綠色的X 被人抽出來 所以剩下 沒有圈的X 就繼續留在裡面 然後加一個Y 之後 減5 OK 到C 18X 18X 2 減3 X2 Y 加21 X Y 2 那就等於 抽個HCF 3 到這個 這個 X2 X2 X 那就抽個X 然後到這個 Y2 Y Y2 那就抽個Y 所以剩下固寸裡面 就是 6XY 減X 再加7Y 這樣就叫做完 OK 然後到這條 6A 12MK 加20 MN 減8MP 抽CM 還有 不要忘記 除了抽個M之外 還要抽個HCF 就是4 OK 12 28 HCF 就是4 然後 CF M 記得抽出來 剩下3K 因為12MK 除4M 後面 加5 M 抽了 剩下N 然後減8 除4 2 只剩下P 這樣 好了 B Part B Part 有多一點 6P 4次方 加12P 3次方 減6P 2次方 首先考慮數字 6 12 6 HCF 是6 然後這裏就有趣 這裏P4次方 即是有4個P 這裏有3個P 最後有2個P 所以我們選擇 次方最小的抽出來 這裏是6P2次方 選擇次方最小的抽出來 OK 大家都要有 這裏有4個P2次方 所以第一個 你便想想 6 就抽了 P4次方 除P2次方 即是還剩下2個還未抽出來 然後加2 接著是P3次方 除P2次方 即是還有1個P還未抽出來 P1次方 當然 這個1 我們通常是不寫的 OK 這樣2P便可以了 最後是減1 1 因為整個6P2次方 都抽出來 補回1 OK 接著到P4次方 X3次 Y -28 X2次 Y2次 加35 X3次 Y2次 我們先考慮數字的HCF 21 28 35 7 然後到X3次方 X2次方 X3次方 X3次方 我們就選 X裏面次方最小的一個 即是X2次方 到看Y 有個就是Y1次方 有個是Y2次 有個是Y2次 所以我們就抽Y1次方 抽相同英文字母 次方最小的一個 然後在括弧中 就變成3X 然後減3 然後減3 28 除7 4 X2 沒有了 剩下Y 然後加5X Y 這樣便是最重要 接著看看這版 這版是做些甚麼呢 你會看得到 很明顯 跟剛才那版 又有些不同 今次的common factor 就是整個 PQ 這樣 OK 所以我們的做法 就是這樣 A 2-3P 乘P-Q 加6P 乘P-Q 就等於 等於 因為你看到 今次的common factor 是整個 P-Q 所以 抽一次 放在前面 P-Q 這樣 然後開回中括號 為甚麼要中括號 因為 你現在抽完common factor之後 剩下的 2-3P 6P 這些 是有括號 所以就變成這樣 2-3P 加6P 這樣 好了 前面這個P-Q 不動它 後面 2-3P 加6P 這樣就可以變成2加3P 因為負3P加6P 這樣就即是加3P 這樣就可以拆掉 直接就寫加3P 這樣化解完 這樣就可以停筆了 去Factorize 這樣就可以 變成了Protform 這樣就可以了 去Factorize D 3H H -K -2 K -H 這裡就麻煩一點 前面有一個H-K 後面有一個K-H 怎樣可以令到H和K 調位呢 留心的小技巧 這裡就寫 減 bracket K 減 H OK 我同不寫 我有一個方法 就是把這個符承進入括號 裡面 就令它變成 補法加號 然後2H-K 然後2H-K 可以這樣變 OK 為甚麼呢 試兩下兩個數字 前後調位 去減的話 正負則就相差了 OK 舉個例子 譬如 5-2 3 OK 你補個正號給它 如果2-5 那應該負3 但如果你再補個負在前面的話 就變回正3 所以你想這兩個位置 調轉的話 固好前面就正負值 調轉它 相反它就可以了 OK 好了 現在你發覺到了 大家都有個這樣調位之後 有個新的CF H-K 那你就可以抽出那個CF H-K 寫一次 放在前面 然後剩下的就是 3H加2 這樣才叫做完 B這條的技巧 你要特別留意 到C這條 C這條就是這樣 7A加4B A all square 減A 7A加4B 7A加4B 這個 又是一個CF 看到嗎 但是有兩塊的 前這個 所以你 這次只抽一塊 像之前的例子 抽一塊 7A加4B 剩下 還有另一塊 7A加4B OK 接著就是 減A 不要忘記 你要化減下去 7A加4B 7A減A 6A 加4B 這裏就小心點 你不要以為就這樣完 這裏又有新的CF 6和4 是雙數 有CF 2 所以就要抽2出來 2就抽前面 放在最前 然後剩下 剩下 3A加2B 這樣才能做完 OK 這樣才能做完 可以嗎 可以嗎 OK